如果心跳達到了 把你的220減到年紀後 去乘以大約0.6 這個數字 你的運動就正在達標的狀態 恭喜你 你現在的運動是有效運動 手動一動 轉一轉 因為肩膀 手肘 手肘上肢動了 對啦 下肢也動了 然後屁股一搖 全身都動了 所以這個叫手搖 腳搖 屁股搖 我熱起來了 我覺得我已經熱起來了耶 歡迎收看健康友方 我是阿娥 有沒有覺得我今天很不一樣啊 因為平常沒有運動 今天碰到了一個 推行運動 而且每天健走萬步 你知道如果你每個禮拜 能夠持續有 三個小時以上的健走跟運動 那你就可以降低 百分之三十五到百分之四十的 一些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機會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 一起來劍奏一下 為大家介紹今天來到現場的貴賓 首先介紹的是知名的嘉醫科醫師 陳馨梅 陳醫師 大家好 還有今天我們的好朋友 他很害怕囉 太了不起了 來歡迎我們今天在現場的 穆拉德嘉傑的董事長 鍾翔鳳 鍾董董事長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剛才其實在三立跟著他走的時候 他走前面耶 我竟然小寶鋪在後面耶 好 要運動 就身體會更健康 那這位介紹的來賓呢 就是我們大家都知道 他很滑鼓 每天都一直動 物理治療師 簡文仁簡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運動很好 走路更好對不對 老師 很好 有多好 都很好 多好 那個好數講不完 講不完 其實運動可以美化四體 是 可以控制體重 增進體能 修飾體態 改善體質 但我們講到劍走這件事情 其實在我們的節目 每一次都會提醒大家 你的身體健康 是靠你自己不斷不斷的 持續的去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可是每個人都會走路 沒有人不會走 沒有人好好的走路 好好的練習走路 那走路這件事情 可以帶來身體這麼大的好處 怎麼樣能夠有毅力持之以恆 這個我比較驚訝 中董事長 你持續多久的時間 日行萬步 應該是超過三年了 真的假的 今天就一定是一萬步的目標 風雨無阻 風雨無阻 你發誓喔 發誓 其實 不過我不是很贊成 台風天還是不要出門比較好 他是在家裡走 室內走的 室內走 萬步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們很多減重的人 都會跟我說 我今天走一萬步 因為我去那個出國有沒有自助旅行 他自助旅行這樣一直繞 我們想那個都很累的時候 加起來也才不到一萬步 所以其實一萬步的意思 真正等同起來 它是非常多步的 一萬步要走多久的時間走得完 大概一分鐘是120步嘛 所以一半步我們除一下看 就大概 一秒兩步 總共80分鐘左右嘛 就到了 80分鐘 好像也不是做不到耶 我們就把它分段嘛 譬如早上走一段 中午走一段 晚上走一段 那就很輕鬆了 分成三次 就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 會把那個計步器放在身上 那董事長 他是用手機有下載的程式 現在都有這個 對嗎 不過其實我覺得 大家不要想成那麼難 說要80分鐘 其實不會 你只要動一萬步 其實你戴著這個的話 我沒有走路 我這樣 這樣就在動了有沒有 又又加了十步了 類似這樣子 對啊 你如果愛運動愛走路 就會有一些 跟你一樣愛運動的朋友 總董事長有朋友 九十幾歲 對 我一樣是進步無廢 這個我有點驚訝 對 是啊 因為我們是因為 在鄉下有個工廠 然後這設備呢 是日本的一個設備 是 那他這個所謂的社長 就是董事長 十五年前來 就讓我感覺非常敬佩 他說就帶著這個手機 不是 那帶那個叫 記不起 記不起 然後他跟我講 他一天走兩萬步 分三段 兩萬步 下午晚上這樣 然後過了十多年 再來的時候他就是用 就 將近三年前嘛 他就用手機了 然後他還是一樣走兩萬步 但是他完全 差了十二三年 還是一樣那麼健康 走起路來還是這樣 健康有力這樣子 非常難懂 你能夠持續三年多 我相信一定有得到 不一樣的感受 體會跟好處 是 什麼呢 我想是這樣就是說 當你這樣子堅持這個 前面的一個月 如果說很認真走以後 然後你會變成一個習慣 那養成習慣以後 你每天就跟我們 三餐吃飯一樣 就一定會抓時間 在任何場所 任何地方就完成 所以就變成是一種快樂 就生活中的一種 必須的動作一種快樂 那就很棒了 沒錯 董事長講得很對 習慣成自然 我是2002年 那個季政有沒有 季姐在推元旦見走 2006第一屆 我就開始參加了 從此以後就真的 每日一萬步 已經16年了 過了一段時間 就元旦又要見走有沒有 已經16年了 那我最近這三年 董事長剛剛講手機 我最近三年就用手機算 三年平 因為這個不用手機 以前用手機有沒有 那這個有個好處 就是變成說它會自動平均 我這三年來的平均步數 已經是多少你猜不到 一萬七千七百多步 每天嗎 這個是今天平均的 今天錄影 現在中午已經一萬兩千兩百三三了 今天一百 剪老師你剛剛是走路來 來錄影很痛嗎 早上先去爬山再去上班 這個是平均 這個可以壓按一個平均 平均在這裡有沒有 一萬七千七百六十五 一萬七千七百 推三年來平均 哇 了不起了不起 你知道剛剛總統上特別拿 他的手機給我看 他說你看你看你看 我早上今天搭高鐵來 所以沒有什麼走 所以我才三千多 我說才一大早就已經走了 三千多也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 你要一次完成一萬步 當然很難 如果你早上坐一會兒 中午坐一些 晚上再坐一些 好像這個監督也是可以追得上 剪老師你自己是又愛運動 又愛走路 而且是非常非常靈活的 你也是確切的感覺到 日行萬步這件事情 給我們帶來身體的好處 非常好 因為很多人說沒有 像我不曉得怎麼做運動 或者沒有時間做運動 走路就是講說最好的運動 因為你都要走動 像我上班也是走動式的 那當然你要願意撥時間 剛剛董事長講 早上撥一段時間去走 那更好 像我是早上先去爬釜山 爬完又再去上班 類似這樣 那有機會去參加環島 我最近在參加環島 把台灣用走路走一圈 分三年 分三年 嚇我一跳 我也是一開始嚇到 三年 慢慢嚇 就是一段一段這樣把他走 其實那個很好 對健康的好處 對心靈的好處 他真的是身心靈都有好處 心靈的好處 我覺得中董很有體會 因為其實在走著走著 我知道你是大老闆 但是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策略 其實就是在 沒有人干擾的情形下 走一走 就會有一些體會是嗎 對啦 因為當我們這樣子自己在 慢慢這樣走動走動的時候 我們思考一些事情是更清楚的 是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譬如昨天的一些困難做什麼 常常在這一種走路當中 就得到一些的訣竅 一些突破的方式這樣 運動這件事情特別是走路 心靈它可以給我們的身體 帶來很直接的受益跟健康 是有方法的 其實我必須說所有的運動 各種運動 它對身體的健康都是有幫助的 可是那健走對什麼樣的人 我其實特別鼓勵 我們在減重操場遇到一些人 他減到一半突然停滯了 問他為什麼 因為我膝蓋痛 我腰拉傷 所以我就不運動了 其實很多人他會把 他認為的運動 都一定是要劇烈運動 打球啦 不管是打籃球 羽毛球 足球 都要做這種非常劇烈的運動 其實我們反過來 我們運動是可以 跟我們生活融在一起的 所以像有一些這種腰痠背痛 或者是他認為他膝蓋已經受傷 他沒有辦法再動的人 我都要跟他說 你有辦法走路吧 那我真的都這樣建議病人 假設今天你只是腰痛 你只是膝蓋痛 我們每一次你搭公車 你就提早一站下車 然後你這一站都走回去 捷運一樣 你提早一站下去 就算你不動走的 騎腳踏車 那更好 其實我們還是比較鼓勵走路 因為走路 他其實運動上 相對是比較全面性的 所以每種運動都好 可是如果你是現在 自己覺得自己身體有問題 想給自己找個藉口 要休息的人 健走或這個走腕步 他都是很好的 第二件事情是我們鼓勵呢 這個想要有一些人是體型 真的比較全身尺寸都比較大 他想要全身局部瘦身的人 我們也很鼓勵做 所謂的健走這種運動 為什麼 健走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是腳在動 其實真正的健走 它是全身肌肉 都必須要出力 所以你在一個超過30分鐘以上的 一個這樣的健走活動 你會讓你身體開始出現 有氧的變化 那有氧它其實就是燃脂的一種 最重要的一個運動的這個方式 所以當你長久已經習慣了 用健走來做運動的時候 其實你的身體的脂肪 就會漸漸的在縮小 所以其實它對於一些 想要讓體態整個雕塑 是更完美 或是我們說小一個尺寸的時候 其實健走就是一個很簡單 但是其實很好的一個運動方法 而且我覺得 它不太受環境的局限影響 走路這件事情 其實你是一個人就能夠做 對 一個人就可以完成 不一定要在哪裡 不一定要有人陪你 你自己就能做 它其實就是融在生活中 是嗎 對 其實這個是WHO認證的 健走是最好的運動 又安全 又方便 又有效 剛才又可以自己一個人 然後需要的設備 對 那個化繪又更少 一雙好鞋子 一個服裝 然後一顆心就去走了 其實總統社長這走路 它是可以日行萬步 那個要走到一萬步 我在想那個是會發汗嗎 還是襯衫會濕掉 是 會到這種程度嗎 新美醫師講的就是說 如果每次有三十分鐘 那實際上我們如果分成三段 那不就九十分鐘嗎 是 那九十分鐘 一分鐘 一百二十步 就剛好一萬步以上 對 所以三十分鐘 真的好好在走的時候 會流汗的 對 對嘛 然後 也不一定說 一定要什麼整裝穿鞋子做什麼 在家裡面如果創造出一個 三四十步的空間 走來走去 也會來回走 走最寬最長的地方 然後我們有時候我就赤腳 讓它走在這個磁磚上面 也是很棒的 其實坦白 如果腳不是很好 不太贊成 因為走走走 那個磁磚變成足底筋膜炎 都走出來也不太好 這一個 另外一個呢 剛剛陳醫師有提到三十分鐘 因為剪走跟散步還是有點差別 對 剪走就是你真的是要 有那個動作 手要擺動這樣子 跟散步不太好 散步也有效果 我不是說散步沒有用 散步還是有效果 但你如果真的要達到 剪走剛講會流汗的話 那就稍微步速稍微快一點 步距稍微大一點 時間稍微長一點 這樣的話你覺得說 確實我有運動訓練到 那那個強度來講 每個狀況不一樣 所以我們不可一概而論 剛剛董事長講說 一分鐘大概一百二十步 一般人大概一百二十步 但你如果年紀大一點 身體弱一點 可以到一百步就好了 一分鐘一百步 就不要讓自己那麼多步 如果年輕一點 體力好一點 一分鐘可以走到一百四十步 比如說我刻一塊的話 一分鐘可以走到一百四十幾步 類似這樣 所以快 剛剛為什麼說 剪走是好處 就是說他快慢 步距大一點 小一點 可以自己來調整 這樣是最好的 所以你可以量力而為 這下沒有藉口了吧 沒有叫你一定不要這樣不可 但是有一個統計的數字 你可以看出來 多少時間配合 多好的幾步錄呢 它其實是可以在我們疾病上面 有很多的協助跟幫忙 金老師這個也來告訴我們大家 你每天走個四千步 只要花五分鐘 還可以抗憂鬱喔 不錯喔 基本上 這個幾步這是日本人寫的 他統計出來 我個人是覺得 其實沒有不用把它分得那麼細 我們現在有兩句話就是說 每日一萬步 健康有保固 機能要維護至少五千步 所以你只要五千步以上 都有對健康的效果 那我一天走兩千步 那對健康效果就沒那麼好 據說幾步 健走可以治百病 有一次 有一陣子幾年前 我想寫一本書你知道 就是說健走去百病 後來因為沒有去寫 因為健走對健康影響是全方位的 憂鬱症沒有錯 你每天自己走一走走一走的話 你可以趕走憂鬱 那另外他說五千步的話 濕症腦中風心臟病 因為你如果走上五千步 剛才講機能要維護嘛 你心血管的機能也維護好 然後智力 你出去外面看看外面那什麼的 那個對獅子 對心血管疾病 腦血管疾病都有幫忙 是 那走多一點七千步呢 對骨質疏鬆 大腸癌 肺癌 大腸癌 肺癌 乳癌 都有實證研究 對 就你運動達到一個能量的話 對大腸癌 乳癌 肺癌 都有幫助的 是 不過在這裡又提到一點點 空氣污染很嚴重的話 就不要出去 對 不要多的空污心 那個肺癌應該是國病 所以小心人家空污 所以剛剛講風雨無阻我就不再贊成 對 那個天雨入伐啦 那空氣污染 你還是要出去走 我就覺得就在室內就好 但是剛剛莊董事長有講 就是在家裡面走一個 大概你可以走三四十步的範圍內 對 去回去回去回 也會有汗 更高一點的話 其實高血壓 糖尿病 都叫做血管性疾病 對血管性疾病 這些都有幫忙 我們血管性疾病 因為你在運動的時候 那個血管有沒有 那個擴張收縮 擴張收縮 他那個血管的一個代謝會比較好 所以就很多血管性疾病 包括腎臟病啊 腦血管 心血管啊 高血壓 這些糖尿病都有幫忙 是 所以總而言之 不管我們講到看到這種高血壓 糖尿病啊 肺癌啊 肆治啊 都覺得很害怕 重點是告訴你 如果你經常性維持這樣習慣的運動 這些疾病就不會早上升 習慣性的運動 其實你維持二十一天 都做同一件事的關係 對 就習慣了 也就是說你如果沒做你就會痛苦了 重點是走路這件事情 確實可以給我們身體帶來很大的加分 特別是強度的運動對不對 對 其實剛剛提到的這些 我們是真的都有一些科學根據的 第一個就是說 當我們不管是做任何運動 當然健走很好 每一種運動 它其實在我們做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讓我們 新陳代謝變得比較好 所以我們的血管的彈性 它也會變好 所以我們真的有很多病人 他在一開始抽血報告出來 看起來血壓 血糖 血脂都要吃藥 那有些時候他在臨界值我們會請他三個月 你自己去做調整 有些人意志力很堅強 他在這三個月裡頭 他就很認真的運動 很徹底的執行運動的這個任務 我們真的就有病人 他過了三個月之後 所有藥都不用吃了 因為他的指數真的回到正常值 所以他對我們第一個 心血管疾病是很有幫助的 第二個其實在運動的時候 我們身體頭腦會自然的 產生所謂的腦內飛 所以你老公不只是睡 他有可能有一點情緒的問題 就是壓力太大 所以當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心情會變得特別好 所以第一個失眠不會找上門 第二個這個情緒的低落 它也比較不容易找上門 再來其實真的我們現在要發現說 我們很多其實現代的人 因為怕不喜歡曬太陽 現代的人這個有些女孩子 為了要減重年輕的時候都好瘦好瘦 其實這些都是骨鬆未來的高風險群 但我們在做這個健走運動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健腫它是一種負重運動 也就是說我們靠我們大自然的 這個地心引力 它讓我們的重量一直往下壓 所以我們骨頭就相對的密度 會比較緊實 所以它對預防骨質疏鬆也有好處 所以心血管問題 骨頭的問題 甚至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個情緒的問題都會得到改善 那其實政府之前就提過一個 所謂的333政策 我還是再提一下 如果今天你不像是這個 有些人是這個真的很執行 這個我們說運動政策 你真的很忙 你在上班的時候 你就是沒有時間 你要顧小孩什麼時候 333一定要執行 第一個3 130下的心跳 你的心跳數盡量都讓它超過 這個這個 到了這個等級 第二個3是每週三次 有些人當然七週 一天一個禮拜七天 你有七次是很好 那一百七天 如果你能做三次其實就很好 第三個3就是30分鐘 那我們其實剛剛都有提到 其實這個30分鐘我們發現 每週的三次的30分鐘可以分開做 所以你可以早上做一次10分鐘 中午一次10分鐘 晚上一次10分鐘 其實你就可以很輕鬆的達到 這個所謂政策的333 那其實就像剛剛提到的 這個333 健康也有保固啦 其實真的也是一樣 對心血管或對整個身體的健康 都很棒 它也很棒 是 而且你做到這個333 你身體自然就會 桑桑桑 你就覺得很舒服嘛 躺有的人喔 靠到枕頭想了半天 因為腦子的事情還沒有停下來 就沒有辦法好好入睡 那這個惡性循環疾病就來了 因為你沒有辦法好好的睡眠 其實很多毛病都來了 那我們講到說這個好習慣 中午真的是一個非常身體力行 因為實際三年多來 你每天都日行萬步 一直走一直走 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在你沒有開始走萬步之前 到現在 你覺得你有什麼樣不同的體會 自己有什麼變化 我覺得這三年來 對我最大的改變 就是在第一個在睡眠方面 像剛剛新美醫師講的 真的就是因為每天 有這樣一萬步的這個走動 這睡覺品質真的是提升得滿多 是喔 那第二個好像就 完全不覺得說好像走路會累 包括這樣 然後越走是越輕鬆越快 所謂的這個身輕如燕 見步如飛 徹底感覺到這個武功裡面 這八個字 腳步輕盈 對 然後每一次的走路都當 都感覺這是給自己一個快樂 對 所以只要像在等飛機或是等高鐵或做什麼 掌握時間走路就感覺很快 這樣 看起來今天健康 因為我方講到了日行萬步 講的是關心你的健康 其實最終關係到的是你的心靈 對 所以當你心健康了 你準備好了嗎 你要開始邁向一個快樂的人生呢 準備好了 待會兒我們就跟大家一起來聊聊 怎麼樣可以越走越健康 今天講到健走 我覺得這個上帝造人很特別 一定給我們有四肢 有手還有腳 但是它不是只是為了讓我們做移動而已 手跟腳它的靈活度 我覺得好像是另外一個馬達 把身體給它活絡起來 它就會動起來的感覺 然後有人喜歡去健走 有人覺得我應該要去慢跑 有人覺得我應該要去快跑 可能每個人喜歡的不同 對 最後的結論都是 它至少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覺得我多走多動 我應該會比較健康 對 所以醫師會提醒大家 這裡面其實有一些區隔 大家可以各自了解一下 不同的功效 我們大概把它分成 就是我們把這個緩慢 或者是比較這個 比較平靜的運動 分成散步 就是我們像你剛剛提到 我現在去百貨公司逛街 這個出去自助旅行 它認為散步 第二個就是快步走 或者是所謂的健走 第三個是所謂的慢跑 其實這三個來講的話 到底哪些好 我必須要說 只要你開始有在做都好 所以其實只要你有做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現在是把它區分成 我要開始把它當運動的時候 對不起 我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散步 它比較恐怕比較不適合 當我們所謂的運動 那到底什麼是運動 如果假設你已經開始健走 或者是快步走 或者是你已經到所謂的慢跑的時候 其實這樣子的狀態 當到一個階段 其實你的運動就是有效運動 我們看一下 其實這個是在我們的 這個運動醫學裡頭 我們有教大家一些怎麼評斷 我現在的運動 到底已經到不到醫生說 該算是運動的指標 其實我們有一些主觀的感覺 就是你會不會很喘 你會不會很累 但是你發現 一個八十歲沒有在動的阿嬤 她今天走三步路 走一百公尺 她就說很喘很累 但是她其實可能沒有 到達運動的效果 一個年輕常常在打籃球的小夥子 她已經打了三十分鐘 真的一個小時 她也不覺得累 所以你會發現 假設我用你運動的累不累 喘不喘 去當你運動的評斷 通常比較不客觀 它是相對主觀 所以我們的話 就研發出了一些 相對比較客觀的方式 去評斷你的運動是否有效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在 不管檢重門診 或我們在做那個 你的每一個人身體量表的時候 我都會開始給她開的運動處方 運動處方有一個點 就是其實像剛剛簡老師 她手上有戴一個這種手錶 其實現在很多的這個科技很發達 我們其實都不妨 你戴個像這樣的東西 為什麼呢 她在運動的過程中 我們希望你記錄你的心跳 心跳可以間接的去看你現在運動 是否已經達到了標準值 那這個心跳每個人不同 公司在這個地方 假設今天我是個四十歲的人 就是兩百二十 這個是固定的數字 減掉你的年紀 這個東西是我們所謂一個人 就是你在這個年紀上 最大能承受的心跳 所以假設我四十歲 我這一次最大的心跳就是一百八 但我並不是叫你運動到一百八 我們其實真的認為有效的 這個運動的心跳 是大概在這個的八到六成 六到八成左右 也就是你把你的兩百二 減掉年紀後 去乘以大約零點六 這個數字就是你在運動開始 達到這個數字 你的運動就正在達標的狀態 是 所以假設你在運動的時候 你在那個健身房 你布房旁邊有那個鐵片 可以測心跳 你就要放上去 如果心跳達到了 你自己相對性的數值的時候 恭喜你 你現在的運動是有效運動 還沒有達到的時候 就要再加一點強度 因為這樣才是所謂有效運動 我自己覺得 讓我感覺到有效運動 我自己的體會 我覺得我是要動動動 覺得我有開始發汗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是不是就感覺 有在氣泡啊 可是因為熱身了 其實只要你能夠流汗都很好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狀態 其實事實上我自己有測過 我已經流汗 汗流加倍 我還沒有達到真正運動效果 是啊 所以每個人體質真的不太一樣 對 所以我們還是建議說 最客觀的方式 以這樣子來講的話 你去嚴格限制 保證你的運動 一定可以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要去運動這件事情 要去走路這件事情 有的人會把它想得很難 對 真的沒有你想得這麼難 帶了一個愉快的心情 對 準備一雙好的布鞋 你可以出門了 可是當你要走比較遠的路的時候 還是要告訴你 有一些準備是必備的 有經驗的人這樣告訴我們 因為中董事長三年來 風雨無阻 每天都可以日行萬步 你會做什麼準備 去做走路這件事呢 是的 如果我們今天就是要到外面去走 比如走一個半小時 或是一個小時多 那麼我們可能就是要 準備一些工具 像我們就很鼓勵帶一個小包包 這是我們發給很多朋友 叫日行萬步的小包包 這個裡面就可以放一些東西 比如說這是水 然後這個要計算步伐 像簡老師用這個 然後這手機就可以 然後甚至於就是說 這個一些的充電器的線 我幫你做什麼 隨充 然後當然就說 像我們有些藥匙 家裡那邊又可以這樣 好 放起來 當然最理想的也許 這邊還可以放一個小傘也可以 萬一碰到下雨做什麼 就可以 還可以帶個毛巾也可以 毛巾也很好 擦擦汗也不錯 你都不是像我們女生 我們一定要再戴個護唇膏 還有護手乳 還戴個睫毛刷 或者有些時候還戴個薄荷 還戴個小扇子 所以想想好像女生負擔比較多 牽掛也比較多 如果正規的運動 事實上你甚至什麼都不用戴 我覺得拿了一瓶水就可以走路 其實真的 是可以 但是如果你要做好 萬全準備的話 不妨 你要入門的時候 你可以學學看中董事長 他就用這樣的方法 簡單的 你說很多東西嗎 也沒有 那現在我們開始做了 好 簡老師要來告訴我們大家 因為其實在做劍走之前 你自己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做好準備之後 你要做的是你的姿勢對不對 你不要開玩笑 走路我哪不會走 我從小到現在很會走 可是就有人走錯的 你鞋子拿出來看一下 很多人鞋子 鞋兩邊 或者鞋內側 對 是 走路方向都不對 如果你經常有那個走的位置不對 你要曉得你那個鞋子 位置也很容易跑掉 所以我們請簡老師來教大家 正確的走法好不好 OK 我們剛剛說 劍走都有它的好處 不過你如果能夠正確的姿勢 然後你效果更好 那這個是忌正忌解喊出的 劍走的正確姿勢有四句口訣 是的 抬頭挺胸縮小腹 雙手微臥放腰部 自然擺動肩放鬆 然後慢開腳步向前走 就是四句口訣 因為為什麼要抬頭挺胸縮小腹 走路的時候要養成一個體態 我當然來走的時候 體態會比較好 你不要很多人就彎著腰頭部 趕路一樣 這樣趕的話 你大概很容易腰痠背痛 其實也不是很好 那另外有時候這樣擺動的時候 這會脹 尤其走遠久一點 那手指會脹脹的 你會發現說 我們像現在在環島的話 距離走遠 你走個上十公里的時候 那手就很脹 你會覺得這個動作不太靈活 所以有時候微臥就有這個好處 要提高 那因為這樣一帶動的話 你看我的上肢 上半身跟著帶動 其實我上半身已經熱了 所以走路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來走 慢開腳步向前走 這是正確的姿勢 鼓勵大家 當然有時候 我自己也很少這樣子正式 但你已經習慣了來講 你就很自然的 重點是真的要抬頭挺胸 可是這樣好舒服 你會覺得整個胸廓 都被放鬆開的感覺 這個一個擴胸 對很多人來講 也可以避免老太隆中 對 現在很多人 這個胸一縮這樣 低頭這樣抬頭 有沒有 然後這樣子走路 走久以後 結果老太隆中就出來了 所以一定要抬頭挺胸 縮小腹 這句雖然說是老生長痰 但這個是很標準的 所以這是一個正確的姿勢 鼓勵大家這樣來走 至於剛剛講的 那個步距 正常的步距的話 大概身高減100 這是我的經驗 身高180 一步大概跨80公分 那滿大 身高160 跨出去60公分 但依你的狀況 如果我說我的身體 比較弱一點 我步划小一點沒關係 對 我如果好一點的時候 我可以大一點 像我雖然是身高168有沒有 我號稱一路花 但是我跨出去一步的話 大概都七十五以上 就是 而且再說你如果常運動 你這個胯下有沒有 那個靈活度會比較好 你很靈活了 對 靈活度比較好 就是說你每一步都跨大一點 那個運動效果更好 對 靈老師其實就把這個 換成他生活的習慣 我有一次 靈老師載我一起去坐那個捷運 然後我們一出門 我就找不到他在哪裡 我說慘了 我的車子去哪裡 他已經換成習慣 他每次走路真的都走很大波 而且走的速度就很快 那今天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榜樣 就是中董事長 中董事長走路 我剛剛看他沒有過人之處 他就是很輕鬆的在走 但是認真的說 這要教大家的 中董事長來教大家 認真的走 好好的走 有沒有不一樣的方法 走的是不同的嗎 是 我想靈老師剛剛把這個 走路都說明得很清楚 但是就是說 基本上我覺得走路 還有一個很大的功用 就鼓動我們身體所有的內關 像器官 像我們在跑馬一樣 它在震動是很好的 所以我第一個像靈老師提的 抬頭挺胸是一定要做的 然後第二個我會像靈老師這樣 就是這樣子 好好的把這個手的擺動做好 那中間就是蠻多時段 如果腳步可以誇大 那就盡量誇大一點 然後越大步的話 這個運動效果就越好的 是 那我也不排除 有時候走到中間 深深 伸展一下 或做什麼這樣也蠻舒服的 這樣子這樣子 對 只會動一動這樣 那像經常就 把一些舒展身體的動作 也融合在走路當中 所以這樣子大概越走越走就越輕鬆 就完全沒有那種走路的壓力這樣 既然走了這麼多的好處 我們來看一下 大家不能不知道的事情就是 劍走帶來的好處真多 對 其實上面只舉了三個研究 其實關於運動 它造成我們身體的所有健康的狀態 其實到目前為止 文章是越來越多 我們就隨便舉三個 因為這是各自不同的領域 第一個領域癌症 我們發現很多女孩子 我們其實越來越鼓勵 現在其實很好 現在年輕的女生都很願意去運動 這是相當好的一件事情 有個研究顯示說 每週如果你可以漸走七個小時 換成只一天一個小時的時間 你可以降低20%的乳癌發生率 所以它對於女生的 女生有習慣的運動 它可以下降一定程度的乳癌發生 第二個則是我們其實一直都提到的 也算是台灣現在的一個 國病之一 糖尿病 其實現在因為肥胖的關係 不運動的關係 糖尿病的患者真的越來越多 重點是年輕化 那如果你每天可以漸走一個小時以上 糖尿病的發生率 也可以下降幾乎到達一半以上 那最後一個研究 它其實也顯示說 如果每週很多人會說 那我一週 我就沒有辦法每天運動一個小時 可是你看這一篇是 這個NEJM 它是一個蠻有名的期刊 它裡頭也研究說 假設我們每一週 能夠漸走三個小時以上 換言之一天是半個小時 就像我們一開始提到的 三十分鐘的時間 其實你的心血管風險的機會 也可以下降三十到四十趴左右 所以其實漸走或者是所有的運動 我們其實都非常鼓勵 因為每一個運動我們發現 它對我們身體的很多慢性病 甚至我們其實大家受恐慌的癌症 它其實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效果 但我還是認同簡老師說的 因為現在 尤其到了我們現在秋冬天 這個東北季風下來的關係 空母的問題的確比 這個夏天來的更嚴重 所以其實不妨假設你是 用出門漸走的人 其實現在有那種網站 叫做國劍署的網站 你就打開 先看一下今天的空物狀態 如果是紅色以上或紫色 我建議你在家裡做漸走 或在家裡做運動 如果是綠色或橘色 不要懷疑就是出去 趁著這個機會 還可以呼吸新鮮的空氣 所以其實我還是都很鼓勵運動 只是說現在的狀態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小撇步 是 我覺得當你運動起來的時候 自然的清爽 腦袋沒有負擔的時候 身體是更健康的 馬上回來跟你一起來認識一下 更健康 在整個走路的時候 市場我們這九萬六千公里血管 都是會張開 都是要流通 這些都是會讓一羊毛蛋 要產生更多 所以就每天走 每天走 每天走 那身體裡面的一羊毛蛋 形成的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跟機制就產生了 如果你經常是坐著不動 然後呢 又在那裡下雨 那人一定是昏昏沉沉的 但如果你會持續的 能把身體動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我好像 除了思緒清明之外 好像我的氣血循環也變得活絡起來 這個我要特別提到 1998年的時候 我們的諾貝爾獎 醫學獎的得主穆拉德先生 他說到一氧化氮 他這個一氧化氮 它是可以從身體裡面釋放出來 然後讓你可以把血管放鬆 然後可以擴張 可以治療我們的心臟疾病等等 我覺得這個很奇特 這也是為什麼穆拉德嘉杰 我們的董事長在現場 特別要感謝穆拉德 他當初的這個發現 其實給很多人的健康 帶來很大的福音 對的 因為那個 那個莫德博士 他跟另外兩位博士 在1998年 就因為肯定跟發現 這個一氧化氮 在我們人的身體裡面的機制 得到諾貝爾獎 對 翻家說我們從這個胎兒開始 在整個媽媽的肚子裡面 開始形成了血管 這些血管要保持很乾淨 包括這個血管要它能夠砸開 都是因為身體裡面的這個 一氧化氮的這個 就是這樣一個小氣體 來促成這個整個身體機制的產生 所以翻家說我們從 太陽開始到我們離開這個地球 這八九十年 一氧化氮的作用是很大的 那剛好剛好我們在走路 這樣子的一個 每天在走路 走路 走路的時候 這個運動它就是 會讓我們的血管要張開 那血管要張開 它就會刺激體內的一氧化氮產生 就要先有一氧化氮 我們這血管才會張開 那我們的血管從大從小 總共九萬六千公里 那包括整個微血管的長度 所以我們在整個走路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這九萬六千公里血管 都是會張開 都是要流通 這些都是會讓一氧化氮 要產生更多 所以就每天走 每天走 每天走 那身體裡面的一氧化氮 形成的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跟機制就產生了 是 因此就比較不容易 一下子突然受到了心肌梗塞 或是中風 這些都是因為血管堵住的 這種威脅 是 所以我們認為走路是非常非常重要 是 就是說你在走路當中 你就會產生一氧化氮 是 所以我好像也不用去吃藥 看醫生 請醫生開廚房 就是你自己動起來的時候 自然就有了 對 對 其實一氧化氮的 這個在我們身體要怎麼獲得 大概三種方式 一個就是我們說的 剛剛講的運動 既然有些食物好的食物也可以有 像堅果類 蔬菜類 雞蛋海鮮類 其實也都有所謂的一氧化氮 就是食物裡面也有一氧化氮 吃天然原始的食物 其實就很多食物 很多天然的食物裡頭 就含有一氧化氮 第三個其實是所謂的藥物 但我一定要特別提一下 因為其實一氧化氮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研究 陸陸續續發現 剛剛提到的 跟這個血管的擴張 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以外 其實對我們身體的很多 比如說胰島素跟血糖 相關方面的這個調節 或者是對一些肺部方面的疾病 還有特定傷口的癒合 它會有一定程度的好處在 所以這時候很多人 他會去尋求一個 比較快速的解決方法 之前有一個新聞 我印象很深 因為這個新聞之後 好多人來掛我的號 想要拿這個藥 當時就有一個某一個名人 他就說 我有一天突然覺得我心肌梗塞 我就含了一個蛇下錠 含了之後他救了我一命 所以每個人都應該背著一盒 那所以那時候 這個東西就是所謂一氧化 他的這個東西 這種蛇下錠 它其實的作用就是 它在我們身體裡 仿造讓我們身體 釋出氧化氮 所以讓我們瞬間的這個 心肌梗塞 就是我們心臟外面的小血管 主要供應心臟的血管 暫時性得到放鬆 所以那個心肌梗塞的狀態 就不會產生 所以當時聽到的時候 大家都哇 這個是神藥 是救命仙丹 所以真的好多人 這個認識的不認識的 都要問說 我可不可以背著一盒 因為這是處方藥 所以那時候我們相當的擔心 因為其實這種高劑量的東西 我們仍然建議 經由醫師去做診治 為什麼呢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這種藥 的確在急救式的時候 假設我們認定它是心肌梗塞 在對的位置 我們會立刻給藥 但我們通常假設認定你心肌梗塞 倒以為我們第一件做 要做心電圖 為什麼呢 我們的心臟前面 他們主要的 我們剛剛講的腮道血管 是前面這條血管 但是心臟不會走這條血管 它有一條往下走的 如果你這次不信 你也是心肌梗塞 但你塞的是這一條 一含舌下定 我們血壓瞬間降低 人就不見了 適則其反啊 對 其實是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每一個心肌梗塞的人 進來的時候 我們第一件要做心電圖 就是要鑒別它是哪一種程度的心肌梗塞 所以這件事換回來跟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這種高劑量的 尤其是已經到醫藥用途的 這種一氧化氮的時候 你在使用上千萬不要自作聰明 有時候它可能好的時候是救你一命 如果你剛好不幸就遇到那個 不對的狀況的時候 它反而可能會加速你的惡化 那之前我能夠多運動 怎麼樣運動 就只有劍走而已啊 什麼好處呢 一氧化氮對我們深度好處太多了 心血管系統的問題 神經系統的問題 呼吸的問題 消化的問題 你會覺得那它不是都包辦嗎 對啊 還有生殖系統 還有骨骼 還有內分泌 還有免疫力 還有皮膚 對啊 它都包掛了 那你不覺得走路的時候 是全身都動嗎 九大系統 全身都動啊 你不會說 我跟你講 我皮膚還好啦 我是心血管而已 我走路的時候皮膚不要管它 我只要心血管好就好 沒有 你只要有一直持續的運動 整體都會好起來對不對 因為你血液循環很好 都要臉色就很轟潤 對 是 皮膚就好 是 所以當你能夠皮膚好 然後精氣神都很好的時候 你就不需要去用到藥物 那也許我們剛剛 西梅蘭醫師也告訴我們 食物裡面也有 但最重要是身體裡面 如果你可以動起來的話 那個的效果是更好的 當然 當然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大家 日行萬步多走路的嘛 所以菅老師 當我們這樣子走的時候 它確實是讓我們 在這幾大功能裡面看到 你的成效就是 運動真好啦 對 剛剛講 那因為我們人體是 血液循環很重要嘛 所以中醫才有說 氣血要通嘛 對不對 那我們血液循環要好 到血管很重要 所以剛剛講 血管性的疾病 血管性的問題的話 你可以透過運動 讓你的血管越來越健康 越來越年輕 這些當然都包括在裡面 對 是 之前其實有一個學長 他的小朋友才一兩歲 然後他是開刀 然後到有一天就倒下去 對 因為心血管的問題 然後後來很幸運 然後後來他是 大家很努力的把他弄 救回來 他救回來之後 整個人的體股就不同了 因為他覺得 我們以前他在這個 沒日沒夜的值班 沒日沒夜的上刀 結果你都沒有在運動 結果把自己的身體搞壞了 其實自己的家人就是 你就是唯一的支柱嘛 所以其實在你年輕的時候 就應該要灌輸這個觀念 運動要跟你的工作是並行 這樣你才有辦法在你真的工作的 這個慢慢退下你的生活的時候 你的生活還是多才多姿的 是啊 所以你知道賺錢 賺了半年輕的時候 用體能去賺錢 老了以後你幹嘛用錢 要去買健康 真的 其實他可以併存 沒錯 尤其剛剛鐘頭上也特別講 他可以持續到現在 日行一萬步 三年多不停止 我絕對不是 他絕對不是要拼一個 世界紀錄而已啦 他要拼的是什麼 因為他自己感受到 其中的好處 對 既然你感受到其中的好處 你怎麼能夠不身體力行呢 來吧 各位 現在先走路去尿尿 馬上廣告過後回來 我們要開始來走路囉 馬上回來喔 馬上回來喔 今天這次是一個 全身的熱身的 手動一動轉一轉 因為肩膀 手肘 上肢動了 對啦 下肢也動了 然後屁股一搖 全身都動了 所以這個叫 手搖 腳搖 屁股搖 我熱起來了 我全都已經熱起來了 我們看連續劇看久了 都懂得那個賤人就是腳勤 健康的人就是腳步要勤快一點 這是新的解釋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健康要日行萬步 對 因為莫納德博士他發明 他發現說一氧化蛋可以給我們身體帶來這麼多好處 飲食上可以有 運動可以有 當然如果醫藥上需要補充的話會有需要 可是其實它的好處事實上我們自己可以身體力行的啦 宗董事長 是 這個莫納德博士他就是做了非常非常多的研究跟實驗這一些 所以他也知道說我們一個人的身體 我們體內的這個一氧化蛋的含量 跟著這個年紀是逐步往下走的 那最高峰大概在30到35歲左右是最高的 然後那時候一氧化蛋量在體內量很大 所以我們的心血管管面上需要一氧化蛋的時候 隨時都有 是 所以他後來他就發明了這三個口號叫 管好嘴 邁開步 補充一氧化蛋 然後他說如果一個人從30歲 體內的一氧化蛋含量本身就還很高的時候 就注意這三個口號的話 他應該可以多活30年這樣子 多活30年喔 對 還有一本書就真的是這樣寫的 那范家說這個管好嘴就是說 像我們油炸的東西啦 一些非常多的不健康的這些料理的方法 對 就不要去 常常用 常常用 對 要忌口 忌口 好吃的東西常常都好有危險喔 對 然後同時要選擇 像剛剛前面老師講的蔬果 堅果 菠菜 菠菜 對 還有像紅石流 這些裡面的吃到體內以後呢 一氧化蛋的含量都會幫忙增加 是 好 所以這個就是在整個管好嘴方面呢 把我們的一氧化蛋的量呢 能夠稍微補充 然後接下來就很重要 就靠著這個邁開步 邁開步的時候 它就強迫我們的這個血管要張開 體內要產生一氧化蛋機制 一定要產生嘛 是 你有產生一氧化蛋 那你血管才會張開 那就平常就磨練 每天在練冰這樣 好 是 那第三個就是 所以它也很不簡單 利用了很多天然的 本草食物這些呢 就做了一些的產品 是 那他就鼓勵說 如果你真的真的 你的飲食方面這些 沒辦法來幫忙很大的話 你就補充這個 它英文叫Food Supplement 就是補充食物 是 就這樣來幫自己來增加這個 一氧化蛋這樣 是 最重要就是說 鼓勵大家就是 養成這些習慣 大概就身體肺很健康 都30歲 30歲 其實去買來補充是最簡單的 但是我覺得要運動跟忌口 這是一定每個人要做的 沒錯 因為那個穆納德博士 他是外國人 是 所以他用英文 我建議這個用三句話 管好嘴 練好腿 一氧化蛋 加開水 好棒喔 我就是喜歡 捷老師是太聰明了 來 看哪去 管好嘴 練好腿 用練好腿 一氧化蛋加開水 因為開水是很棒的 沒錯 水是要溫開水 最好 那好棒 你真的是 我看你怎麼買 你拍一首 可是我覺得 這口號好 太棒了 這捷老師他也不是說 隨便聽一聽他就會了 而是他累積了很長的時間 運動走路 他自己本來就是身體力行的 那這個身體力行 如果大家知道說 我只要多運動 我身體可以增加一氧化蛋 如果你已經超過39歲 38歲 那個跟你的骨鬆一樣 已經要走下坡了 量已經慢慢不夠了 可是你怎麼樣讓自己的健康 能夠再往上氧 也不難 靠你自己日行萬步就做得到 那日行萬步之前 請你做好萬全的準備 要不然你走兩步就是 我閃到腰 我扭到腳 然後又不動了 這樣怎麼行呢 所以今天老師要教大家 暖身一下 運動完也要好好的做做動作 對不對 來 菁老師 很多人就是說 到了現場那個外套一脫 要開始走了 那也就是說沒有熱身 有時候不太好 所以我們來做一個 健走前的熱身運動 就很簡單 大家一起來做做 這個叫做 手搖 腳搖 有沒有 我的手在動 腳在動有沒有 手搖 腳搖 然後再屁股搖 屁股會搖 這樣動都是一個 全身性的熱身運動 就把它當作熱身運動 一樣 手搖 腳搖 屁股搖 這樣動一動的時候 雖然不是很好看 好看啊 好看啊 基本上是一個 全身性的熱身 手動一動 轉一轉 因為肩膀 手肘 上肢動了 對啦 下肢也動了 然後屁股一搖 全身都動了 所以這叫做 手搖 腳搖 屁股搖 搖一搖的話大概一分鐘兩分鐘 差不多了 我熱起來了 我現在我已經熱起來了 那收抄 腱子完也要做點收抄運動 我們叫做緩和運動 緩和運動我剛剛講 走久以後這個手會脹 然後下肢做 所以這個是也很簡單 叫做左肱 左肱 肱腱部的肱 左肱 然後右肱 伸展這個胯下 左肱 右肱 當然你不一定要像姐老師做這麼低 對啊 這樣做得很很奇怪 每個人就是看狀況 左肱 右肱 前後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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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個腱腰拉開 這樣肱腱也是一樣 你這樣拉肌是鍵 拉小腿 拉膝蓋拉到大腿 拉全面放鬆 慢慢慢慢拉筋拉一拉 這些都是很好的運動 是 收操 那你小一點沒關係 有沒有 小一點沒關係 小一點沒關係 你如果可以大 大就是大一點 這只有你做得到 我們沒有辦法 這真的只有你做得到 所以這一邊做的時候 可以好好把口訣練一下 玩好嘴 練好腿 加一氧化氮 加開水 加開水 好棒 謝謝我們的來賓 謝謝我們的來賓 好 欣美也要提醒大家 其實這個真的是 很有幫助的見證 其實剛剛我見到 是幫我破梗了 記得你在運動的時候 一定要加開水 我今天講是加開水 這是真的 為什麼呢 在運動的時候 我們汗流太多 水濕太多的水分 你瞬間的血液的 相對性的尿酸濃度上升 又發痛 痛風的發生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 又容易流汗的人 記得一定要運動的時候 要加開水 因為這個真的很重要 董事長很棒耶 對 我們今天多了一招加開水 沒錯 即使你研究了這麼久 還是跟我們天外飛來一筆 好 謝謝 那我覺得超級加分的 好棒 因為我覺得東京